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GDGCN这边举办的meetup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话题呢 是我们在Android Studio我们的4.0级 以及以上的一些内测版本里面有一些什么新的功能 那其实我刚开始确定了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的负责人是比较疑惑的 这个IDE有什么好讲的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那其实从我个人感觉来看的话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我们用好了IDE 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开发效率 还有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从我个人来感觉的话 就是今年的Android 11的新功能 比如说安全啊消息 可能都没有那么的亮眼 感觉大家可以先家去看一看就可以 我觉得可以 但是Android Studio的话 它的新功能的发布 就有很多不同于以往的开发方式 然后让我看到谷歌就是在这个 在尽力的降低我们开发者的门槛 让我们安卓开发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简单 所以我就今天呢 借此机会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在Android Studio 有什么新的功能 完了之后可以再去聊一聊 我们在平常在开发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和瓶颈 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杨能诚 我是在Suppetworks公司 现在有四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在这四年期间的话呢 主要是工作在一些海外业务的一个应用 应用开发上面 所以对可能对谷歌的一些生态圈 比如说Barebase或者说是Google Play啊 这个就是他们在Google Play上 怎么去做一个应用分发 还有说是Google的Instant App 就是类比于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厂商 它会发布的一些快应用 那Instant App是国外的谷歌 他们旗下的一款这个快应用的 类型的应用吧 那从我2016年到现在 可以看到我们的Android 从Android N到Android 11 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开发模式也换了很多 从我们的MVP到MVVM 再到我们的 从Support Library 再到我们的一个Jetpack 那从这个开发的趋势来讲的话 我们的开发的变得越来越简单 但是从另一半面 也感谢谷歌 让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 能够一直学习新知识 新框架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大概进入我们今天的 这个演讲的一个agenda 这个agenda的话 我是分为六个部分 然后从我们的开发流程的角度出发 从设计 开发 以及构建 调试 测试 性能监控等六个方面 我在每一个环节 挑选了一些比较亮眼的功能来探讨 比如说我们的Motion Editor 还有这个Jetpack Compose 那就是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功能 都去给大家去聊一次呢 因为我们从右上角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个Android Studio 它新出的功能 它在每一个版本都发出了 有超过十个 所以说我们一起来讲的话 可能会时间 在这四十五分钟内的话 时间会不够 所以我就挑了一些 我觉得会比较亮眼的功能 来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好 在我的开始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张图 这个是来自谷歌官方的 一个叫做Modern Android Development 它是涵盖了Android的开发生态圈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每一个logo 代表的是什么产品 我给大家三秒的时间 三秒时间到了以后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这每一个是什么 好 三秒时间到了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熟知的Cotlin 那从Cotlin刚开始 从由谷歌官宣为 那个安装开发的官方语言以后 它Java的无缝切换 它语法堂上代码 看起来更优雅更简洁 那么一路上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看到 它这个Cotlin在受欢迎的 语言榜上面的是 越来越靠前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 可以完全用Cotlin 去开发一款 安卓应用的 我们是可以 不依赖于安卓的 不依赖于Java的一些语言包 另外一个的话 这个可能 大家比较陌生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 安卓Studio 它在安卓Studio 在4.1的版本上 应该是更新了 它们的logo 保留了原有的 这个原规设计 但在死基础上呢 加上了我们的安卓的 这个小头 所以看起来这个 我个人感觉是比以前的logo会更好看一些 还有中间这个的话呢 可能大家都用过 但是不是很清楚它的logo是什么样子 这个的话呢 是安卓的那个Java主件包 那Java的话 涵盖我们应用开发 各个功能模块里面需要的技术 那让我们以前比较乱七八糟的 Framural Library 可以是达到一个 统一的一个 生态圈吧 左下角这个是比较新 我刚开始看到 以为它看起来像是一个 Gurrito的一个logo 但后来的话 我才 通过搜索 我才知道它是我们的Jetpad Compose 那Jetpad Compose 它是安卓新出的一款 就是UI的UI toolkit的一个组件包 那我稍后会再详细的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logo 就是我们可能不认识这个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一看它是AAB 就知道这个是我们熟知的 Android的AMP Bundle 那如果说现在还有 可能比较少吧 如果说还是在使用APK包 去做应用分发的话 还是建议尽早的去迁移到 我们的App Bundle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App Bundle的话 是可以极大的减少 我们的应用 用户需要下载一个包的一个大小 那比如说以前是 把所有的资源 把不同国家的语言 以及它的不同分辨率的资源 全部整合起来 放到一个APK包里面 这样子用户下载下来的话 包会比较大 那我们用App Bundle的话 如果说用户去请求一个资源 请求一个应用的时候 我们的应用商店会根据 用户所在的地区 用户手机的分辨率的大小 然后给它去重新组装出来 一个适用于用户的设备的 一个APK包 所以说是它是极大的减少了 一些重复性的一些资源的打包 那举例来说的话呢 像我们我之前那个项目的话 在使用APK包的时候 我们的APK包大小应该在 30到40兆左右 自从使用了App Bundle以后呢 它的这个 包体积的大小可以减少到 10到20兆 所以说它这个优势是很显而易见的 大概这个五个 这五个 这五个logo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的理解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只使用这个 这五个工具就可以 制造出一个完美的高质量的安卓应用 好 那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的Motion Editor 我把它放到了我们的设计这个环节 那就是一般的话 UX我们的设计师会给到我们一些比较 fancy的动画 让我们用代码去实现它 那其实安卓的动画来说的话 种类是比较繁多 它使用起来也是比较复杂 但我们需要使用一些 基金艺的动画来实现一些复杂的动画效果 那我们可能要考虑 比如说使用什么 Value Property Animator 去把我们的一些组合在一起的animator 去做一个结合起来去播放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考虑到它这个animation的生命周期的管理 还有它的内存泄露等方面 都需要去进行考虑 那Motion Editor是什么呢 那其实在2018年Google I.O.的时候 谷歌就宣布了在那个Constant Layout 2.0的时候 就宣布了一个叫做Motion Layout的一个 一个组件吧 它是一个Constant Layout的类类 但是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实现一些 比较复杂的动画在XML里面 那但是因为当时是还处在开发阶段 所以大家对这个的关注度不是很高 但是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的等待的话 我们在安卓的Studio 4.0上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用到这个功能 我们现在是可以用Motion Editor 去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动画 右边是我们这个一个Motion Editor 它的一个Storeboard 我们左边可以看到这个动画 它是细节是从 这个Logo是从左上角到右下角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样一个动画呢 它这个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个动画包含了两个状态 两个状态分别是代表的 包含的是一个Constant Set 从字面意思了解说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开始状态 它会把所有的View 它的Constant 它的约束 打包成一个集合 然后我们可以在 这个Layout的起始状态 定义一个所有View相关的一些 约束集合 然后我们在它这个结束的状态 再去设定另外一个约束的集合 这个约束集合的话 我们一般可以去定义 我们的Rotation 还有Scale 还有Transition Alpha Visibility 它所有的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定义 我们等到把这个开始和结束状态的 所有的状态设置好以后 我们这个动画就很简单的 就可以去运行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想加一些中间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Logo 在不好意思 把这个暂停一下 我们在这个Logo 在动画的中间状态 我们想把它变大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 把它变小 我们也是有一个叫做 Keyframe Site的设置是可以的 我们是通过点击这边 这个一个按钮 我们可以去给它自定义 一个属性 假如说我们的动画 它的它的 它的总时间是零到一百 那它我们可以在它Position 位置在50的时候 将它的一些 比如说它的长宽比变成二倍 这样子的话 它的最终出来的效果就是 从大再变小 从左上角到右下角 所以说这个Motion Editor 我我在线下去使用了一下 用起来还是非常的简单 比我自己用代码写动画方便多了 那它这个Motion Editor 它最终做完动画以后 它最终产生的产出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会生成一个跟节点为Motion 性的一个XML文件 它会存储存储在我们的XML那个文件包下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它这个XML文件里面的结构 我稍微吐槽一下 就是之前我在做IOS一些Storyboard上面的 一些UI的改动的时候 当我把我的UI写好以后 我去看它生成的XML文件 是比较难以阅读的 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Android Studio 从在这方面是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这个XML里面是 和阅读性是非常高的 我们可以看得清晰的看到 我们这个Conference Set里面 我们Start的状态里面有什么约束 我们In的状态里面有什么约束 我们又设置了什么样的一些Attribute 比如说这个放大的2.0 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 它是在我们这个动画在50的时候 它的Position的总长度是100 我们现在50的时候 设置了它的Scale为X12 所以我们的通过Motion Editor的话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开发一个 复合有中间状态的 还可以做一个用户交互的动画 好 这点我刚刚忘记提了 我们怎么去加用户交互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去添加一些 用户交互的行为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用户点击和用户滑动 我们在这个Animation这个对象 给它加一个Handler 去表示如果说用户点击了某一个View 比如说我把它这个Handler它这个ID设定成这个Logo 那我点击了以后 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动画的播放 好 那我们的Motion Editor就大概讲到这里 大家感兴趣的话 线下可以去自己去练习练习 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下一个话题 是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可能也许未来可以用到的一个Jetpack Compose Tooling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相信就是如果说去年的WWDC 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 苹果发布了叫Swift UI 那它呢是一种声明式的UI框架 它可以帮助我们开发者用简单的Swift代码 就可以写出更强大的UI界面 那我们的技术嘛总是相互借鉴的 那Jetpack Compose的话 它也是一种声明式的UI框架 它是简化 而且加速了我们安卓上面的UI开发 我们可以用更少的代码 我们用一种 因为我们是用Codling去写UI 所以说很多的一些Lambda 还有它的一些回调函数 是非常的简单 用Codling去写的话是很优雅 那它Jetpack Compose 它在开发的过程中 也是借鉴了我们的一些 其他前端的框架 比如说React VUE 还有一个 还有我们的Flutter 那其实我们在后面 我们如果说是 在尝试要去用Jetpack Compose 去写一些UI的话 我们其实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语法跟Flutter是很像 说到这里 其实我刚开始在写Flutter的时候 当我在写UI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舒服 我就可以用一点点的大码写出来 特别复杂的界面 我就感觉如果说 但是我当时因为我对Dart不是很熟 所以我想如果我能用Codling来写UI 就更好了 那不负众望的 我Jetpack Compose出来以后 我还是比较开心的 那我们这个Jetpack Compose 它是怎么去做呢 它里面就是比较简单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声明 这个TextSample 它是一个Composible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自定义组件 我们在里面代码块里面去声明它是Card Card里面有一个Raw Raw里面有一个图片 还有一个Spacer 就是这个Spacer 还加一个Container Container里面有一个Text 这样子我们一个小的Composible Composible它就可以去画出来 然后我们在Android Studio里面 去开发一个Composible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个优点 首先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ID里面去 直接去直观的去看到我们的 Composible最终长出来是什么样子 那就用我们的preview一个annotation 这个preview它可以支持我们定义不同的API 还可以定义我们不同的宽高 和我们的地点 和我们这个不同的地理位置 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不同的国家 还有它的字体的大小等等一系列 还有我们的UI mode 就是Android Q出来的一个Duck mode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也是支持我们在我们的Composible里面 去写一些很容易阅读的一些代码 另外一点的话 IDE的话也支持我们一些 比较方便的一些交互吧 比如说我们可能想在我们的Jetpack 这个preview里面去查看某一个具体的空间 我们通过应该是Ctrl B Ctrl J就可以跳转它对应的 它对应的页面 然后对应的它那个代码块 我们可以去从每一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 这个是我们的IDE里面的preview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包含了三个页面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Calculator 是我们一个正常的长宽比 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的Calculator的一个横平模式 它是把这个宽高跟这个做了一个自定义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还是普通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显示器的分辨率 但是它的这个字体的大小发生的改变 这个我们可以在preview里面去直观的去看到 我们这个怎么去进行多屏幕适配 那我们怎么去在代码里面去实现这三个页面呢 很简单 我们第一个就就第一个页面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composable上面 我们加一个注解叫preview 我们给它可以声明一个名字 叫它是calculator 在第二行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再加一个preview 我们给它设定对应独立的一个宽高的比 比如说这个我们定义它的长度 它的宽度为700dp 我们的高度为400dp 这样子我们可以去预览一下 我们在横平模式下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large funds 它是将我们的这个字体的大小做了一个自定义 把它字体变成了二倍 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UI是还是正常work的 那我们平常是有为什么 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个去调试我们这个funscale呢 因为我们其实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 可能会比较熟悉 就是他们可能会眼睛可能会有一点远视 一般的话会把手机上面的字体会调的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多去关注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preview功能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simple功能 simple这边就是 从我们这个代码快捷到一半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shopping card item 它是一个composable 我们通过CtrlJ点击进去 可以看到它的具体的一些文档 在文档里面的话 它第一部分的话是我们这个composable 它的一个函数声明 它里面都有什么参数 在后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函数 它的职责是什么 它可以做什么 甚至于在这里面 它也贴心的为你贴上了 我们这个composable要怎么去用 比如说我们的ID 我们这个shopping sim 它是怎么去可以写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生产环境 还有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去看到 我们在预览模式里面 看到我们这个UI长什么样子 我这个地方没有截出来 但是如果说大家之前阅读过一些 X Java相关的文档的话 是可以看到它那个数据流途 其实跟这个是 这个文档模式是比较类似的 那我们怎么去 我们开发者是怎么去能写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文档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的一个composable 它的职责 像我们左边这个 它去解释我们这个shopping card item 它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可以像我们的Java里面的注释一样 直接在第一行去 加上一些文字描述 那我们怎么去给它 再加上这样子的一个simple呢 我们在这边通过注解的方式 去引入一个simple preview simple preview通过这个包名 类名去直接引用到它的这里 这个就是这个最终出来 就会被放到我们的文档里面 去让其他的一些 开发者一起去通过阅读去使用 然后它这边我们想 要是想在我们的文档里面 去阅览它的话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面 也加上一个preview 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 直接看到我们这个composable 是长了什么样子 总体来说这个composable就 就是还是 功能还是比较强大 在IDE的知识下面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是重磅级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不在APP应用 在编译好运行 在我们的真机 或者模拟器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preview里面 去进行一个交互 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 当我们的这个composable 大码写好以后 我们在preview里面 通过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是可以直接在 这个UI上面去进行一个交互 比如说我们在这验证3 乘以8等于多少 等于24 所以说我们这个业务逻辑 也是得到了一步验证 我们就完全脱离了 我们这个编译的等待 我们构建去安装 我们可以直接在 在这个 runtime compiler的支持下 我们直接去做一个 提前的一个UI的验证 说下来我觉得 其实我个人对这个 Jackpack Compose 是非常感兴趣的 但是可能听到这里 有一些小伙伴 可能会比较疑惑 前面我们用Motion Animation去 教我用XML去做动画 现在又教我们用Cotlin去画UI 那么我们到底这个 我们这个UI是 要怎么去用 什么时候去用呢 那这个Jackpack Compose出来 它为什么会发布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 那从我的理解来看 就是这个是只是一个 个人的一个理解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 不同意的点 可以在 那个弹幕里面 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探讨 就是我个人感觉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目前 我们的安卓的 这个一个view 它这个生态是比较复杂的 比较混乱的 它我们这个 现在我们整个的 我们的一个view 它是我们整个 UI构建的一个 最基础的类 它现在已经有了 三万多号的代码 同时它所有的 相关的一些view 都是继承 就是我们的widget 继承我们的view 我们的layout 继承我们的viewgroup 然后我们的viewgroup 又继承 继承view等 那这样子的构建方式的话呢 其实 我们在开发上呢 也会有一定的不便捷 我们的性能 也有一定的损耗 那其实我们平常 在做一个自定义view的时候 那我们在 安卓 安 layout 这样子一个 比较复杂的 生命view的生命周期下 我们去画一个 自定义的view 也是需要 门槛也是稍微有一点高 那 那我们去 如果期望我们的谷歌方面 能够把这个view 这一整个模块 去做一个大型的重构 去让我们脱离这种 继承的方式 去实现一个UI 那这个effort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从谷歌方面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更期望的是 我们在未来 可以直接使用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使用jetpack compost 来去帮我们构建UI 我们以前用view那一套东西 如果说可以 能抛弃掉 当然是能尽量抛弃掉 是最好 因为可能现在维护成本 也是比较高 那我们这个产品 它的愿景是什么呢 那我们期望 我们的未来 我们UI的变化 不再跟随 我们安卓大版本 发布而更新 那我们去编写一个 UI的代码 也不需要一些 庞大繁琐的技术杖 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 更少的代码 连变形 我们是Cotlin友好 所以说是去画 用Cotlin去写UI的话 我觉得还是 还可以的 这方面我觉得 讲的差不多了 对还有一点的话 是我们现在这个 composible 是这么去定义 那我们怎么去用它 我如果说是 我目前我们的项目 大部分还是 是XMAR文件 去做一个UI声明 那我们怎么去 引入一些 这样新的技术呢 那我们其实 我们在平常的 开发过程中 我们在这个 composible定义好以后 我们在这个 composible定义好以后 它是可以作为 一个custom view 去引入到 我们XMAR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直接 像我们之前 去定义view一样 我们直接去 引入它一个 text text simple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做引入 所以说我们在以后 如果说 Jetpack Compos 能正式发布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 慢慢的将这个 新的工具 引入到我们的 安卓的项目代码里面 对 这个地方 我们的这个Jetpack Compos 也讲完了 那我们再来减一下 我们这个构建 构建过程吧 然后 不知道大家 在平时的开发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我们安卓C19 构建项目的速度 是一个比较大的痛点 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 写代码写一分钟 编译编译一小时的情况 特别的影响 开发的效率 就比如说 我们的项目 在每天早上上班 第一件事 就打开电脑 先编译 编译好了 把那个离线模式打开 再去进行后续工作 这个 这个 这个构建工作 呃 呃 构建 构建时间比较长 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多 因为我们这个 安卓C19 它第三方参见也有很多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运行缓慢的问题 那我们也会 经常会自己去定义一些 Task 去帮我们去在 呃 去写一些比较 common的一些 Task 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团队 之间去共享 呃 呃 那还有一方面的话 是我们会经常使用一些 注解解释器 去在编译器 去生成一些代码 那么就比如说 我们熟悉的Dagger2 那 那Dagger2是牺牲了 这个构建时间 我们Dagger1的话 是在运行时间 通过反射来 获取我们的 依赖 那我们 我们在Dagger2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时间 从运行时 挪到了构建时 我们节约了 我们的用户的时间成本 但是我们在构建的时候 就 会比较浪费时间 那所以从多个方面 多个角度来讲的话 提高我们的构建速度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首先这个 多方面的话 我们首先 我们的安卓Suelo团队 需要保证自己原有的 Gridal plugin的效率 其次的话 我们的开发团队 也是需要去评估 自己的构建过程中 可能会影响到 速度的因素 速度的一些因素 对 在刚刚说到这个Dagger2的时候 我顺便提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 安卓Suelo的4.1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支持到 我们这个Dagger2 我们写出来的一些 依赖的一个导航 我们IDE可以直接去 去做一个跳转 去查找我们的依赖 那说回到我们这个构建 我们就出来了 这个Build Analyzer 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它能做什么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去深层的去分析 我们在一个安卓 安卓应用 它的构建的过程中 它每一个Task 它去运行 所花费的时间 以及它可能会 遇到的一些瓶颈 它也会去 highlight出我们 每一个Task 它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Build时间的场景 像我们这个 左边的这个图一样 我们下每一个Task 它就会明确地说出来 你这个Task 耗费了多长的时间 它是属于哪一个 它是属于哪一个project的 它是哪一个plugin 它也会全去地说清楚 你这个Task 它可能会 有一些什么潜在的风险 那有了这个Build Analyzer 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去分析 我们这个构建过程中的 一些细节的话 会比较清楚 跟我们的 像产品经理聊的话 也比较方便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经理 可能想要我们去 快速地修复一个bug 那我们这个bug 可能只需要一行的 代码的改动 但是我们花了一个小时 我们的产品经理 就会比较疑 为什么一行代码 你需要做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直接 我把我们的这个Build 它这个构建的报告 我们给它去看一看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Android Studio 它这个构建的速度 是非常影响我们的 开发效率 那么这个产品经理就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它会把这个优化 我们的构建速度 作为一个比较高优先级的事情 让我们可以去 花费一定的时间 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构建性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后期的话 也会去 通过一次性的优化 我们可以在后面的开发过程中 减少对构建速度的一个影响吧 好了 那我们这个Build Analyzer 也可以大概说这么多 再来到我们这个Debug环节 有一些新的功能 这个Database Inspector 它是一个 我一直以来比较想要的一个feature 所以我把它也单独提出来 今天做了一个介绍 那没有这个Database Inspector之前的话呢 我们去查看我们的应用 正在运行时的 它的一个数据库 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第三方库 比如说我们的Statio 我们可以通过代码植入 我们在我们的Chrome里面 去访问我们的数据库 但是的话呢 这个会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在 严格的控制 它的这个引入的 它的环境 我们只能在我们的 Debug环境里面 去引入这个APK包 去引入这个第三方依赖 不能在其他环境 否则会影响到我们的 最终用户的 APK包的大小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需要严格的控制 它的开发环境 和生产环境 我们需要保证 我们在生产环境里面 用户是不能够通过 我们这个工具 去访问到我们的一些 内部的数据 这样会造成一些安全风险 那 从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 Android Studio的一些 查看数据库的一些插件 也可以去 但是这个去下载一些 这些插件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 不安全因素存在吧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手动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的模拟器里面 可以去手动的 去把我们的这个 数据库文件 去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去用一些 我们本地的一些 数据库浏览器 去看 查看它里面的内容 那这种下载的方式呢 它会有一些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实时性 我们没有办法 去实时观察到 我们这个 数据库里面的 数据的更改 对 所以说 这个Database Inspector 它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我们在 应用开发过程中 我们数据库 黑核的一个 数据库黑核的 一个影响 那我们这个Database Inspector 它有什么功能 它就包含了 增商改查 这四个方面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 在UP运行过程中 我们通过点击 Refresh Table 去把这个 它的数据库里面的内容 去更新 我们也可以像 Layout Inspector一样 我们去打开 它的Live Updates 我们在 UI层面 去做一些数据的更新 我们这边 可以实时地观察到 我们数据库的一些 更改 其次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手动 在我们的Database里面 去加一些数据 它会把我们的 添加的数据 我们去验证 我们的APP里面 是不是正常的显示了 我们新添加的一些数据 还有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去运行 我们的这个SQL语句 比如说我们直接把 我们整个数据库 里面数据都删掉 那也是可以在这边 好一好命令 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个工具比较简单 我就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就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feature的话 是一个无线 无线调试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这个在每一页的PPT的 它这个题目 它的颜色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有白色 有绿色 还有这种橘色 这个区别的话 主要是我们白色的话 是代表的是 我们在Android Studio 它正式版本 是上线了这个功能 那绿色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Android Studio 4.1 我们在β版上 才可以去使用到这个功能 那橘色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Android Studio 的金丝确版本 才可以去访问到 使用到这些 新的一些功能吧 可能是不是很稳定 然后无线 无线调试 就像我们说的一样 我们可以去通过 这个二维码去 将我们的设备 跟我们的ID 去连接起来 去做一个无线的 那个数据传说 那以前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可以用ADB去做 通过那个TCB IP协议 去做一个无线的传说 但是它那个的话 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通过命令 行去做 可能会不是很方便 那我们现在在Android Studio 的4.2版本上面 我们加入了这个功能以后 我们可以在 遇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可能说是我们的电脑的 那个插口不太够用 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们新的 新的Mac 它的接口都是Type-C的 我们可能没有一些 像匹配的一些线 可以去用到 那可能它作为一个辅助功能 帮助我们去在 没有USB调试的情况下 去做一个无线调试 但是呢 这个功能 它第一点 它只能在Android Studio 4.2上去使用 第二点的话 它只能在Android 11上 去做一个无线的连接 所以目前的话我们还是 应该是很少能用到 另外一点的话 它无线传输 肯定是要比USB传输要慢很多 所以说是 当然最好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更建议 我们的开发者 去使用一个USB 去做一个调试 好 这一方面就说到这里 下来我们再去聊一下 我们在做一个自动化测试 我们的Android Studio 给我们做了一些 什么样子的更新 这个我们做仪器化测试的话 我们之前的话 就用的比较多的 可能会是一些 第三方的云测试平台 我们将它 例如我的话 我可能会用过一些 那个Fairbase的TestLab 它的话呢 是可以在我们 通过我们Android Studio 去集成 我们可以去在本地 连接我们Fairbase 它这个TestLab 去他们那个谷歌的 某一个机房里面的 那些设备 我们想要哪个设备 让它去在 他们的设备上面 去跑我们的这些 仪器化测试 比较起来的话 还是比较方便的 其次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TestLab 也可以作为一个 我们的CICD的 一个持续化集成的 一个脚本 去通过Gcloud 去做一个集成 也是可以 去做一个 我们的持续集成的 去做一个测试验证的 一个步骤 那它 它的优势 其实还是蛮多的 就有唯一的 一个缺点的话 就是它 需要我们去花一点钱 才可以去 使用到它这些功能 那 所以说 还是 可能会有 那么一点点的遗憾 那我们这个 这个Android Studio 新出的这个功能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 不使用我们的Fairface 去做一个 多仪器测试的 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直接 在我们的本地 我们去通过 一个多选择的方式 去在我们这个 不同的设备上去跑 去运行我们的 仪器化测试 那以前的话 我们是可以 在一个设备上 去进行仪器化测试 但是呢 这个是 效率会比较低 我们需要每一个 都进行一个验证 但是 现在这个新功能 出来的话 我们在做 仪器化测试的话 就会比较方便 也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我们的这个 开发过程中的 一个效率吧 好 大概 我感觉我稍微 讲的有一点快 我们现在 这个设计开发 设计开发调试 构建都测试 都讲完了 现在我们到了 我们的最后一个模块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性能监测 这个性能监测 这个模块的话 我们可能用的 平常比较少 除非遇到一些 性能瓶颈 我们可能在 查询到我们的 这个应用 在运行的过程中 它可能这个 UI没有那么的顺滑 可能会有一些卡顿 那我们可能 会在这个时候 我们用到一些 profile去查 去做一个调研 看看我们这个 UI上面是有 什么样子的一些缺点 那我们这个profile的话 总共分为四个部分 有CPU的 有内存的 有网络的 和那个电量的 今天的话呢 我主要摘出来 这个CPU和内存 这两方面 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介绍 其他的话 因为这两个 用的比较多 其他的我考虑到 可能时间的关系 所以就进行 详细的说明 这个是我们的 一个CPU profile 它一个 它是这个 一个截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我们的 一些CPU的 CPU的一些 使用率 和我们的这个 它底下 每一个线程 它目前正在 实行的函数 不好意思 那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这个VSync 它每一次波动 代表着我们这个 CPU准备更新UI 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frame 这边标了红 这标了红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UI出现了卡 对我们红色 代表着我们这个 出现了调针情况 那我们在这个情况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下 我们可以去进行 一个深度的调研 看我们这个时候 调用的函数 它的调用站 有没有哪一些函数 比较耗时 或者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这个方面 我需要去说明一下 当我们去调研一些 我们CPU 性能的监测的时候 我们尽量去 在针机上去 做一个测试 我们不要在 我们的模拟器上 因为模拟器上 调针会比较严重 我们就没有办法 正确的去定位到 我们的问题 当我们定位到 我们这个调针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去查看 我们这里面 它包含了哪一些函数 我们可以对每一个函数 做一个深度的剖析 然后我们右边这边的话 是我们这个函数的 调用站的一个概览 然后它这个调用站 有四种模式 一个是它普通的 调用站的图 一个是它普通的 这个call chart 就是说我们按照时间顺序 我们把每一部 它的调用站 去给它去画出来 另外一个的话 还有我们这个 是我们的一个火焰图 这个火焰图的话 它的解释比较 比较麻烦 我可以直接说一下 比较浅显易懂 就是说我们这个 火焰图的话 我们一般只看最上面 它最上面每一个函数 它的运行时的总长度 代表我们这个函数 运行的总长度时间 这个是我们的火焰图 然后我们这个top down 这个的话代表的是 我们每一个函数 它的调用站 比如说我们的A 这边去调用了B B调用了C 我们A再去调用了D 又D又去调用了C 代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调用的一个数结构 那D的话呢 这个bottom up train的话 它是其实是把我们这个top down train 反过来 我们每一个函数 我们被谁调了 我们这个被谁调的函数 又被谁调了 它这样子一个反过来 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 数据的一个显示 那其实说是我们平常 我们要去用哪一个图 去查看我们具体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通过 每一个感觉都有用的信息 但是我们在什么确切的场景下 需要用哪个的话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图 比如说我们只是想简单的 看一下我们这个调用站 我们就可以去看 我们这个call chart 我们或许想看一下 我们这个函数 被调用的时间的百分比 我们也去看火焰图 然后flame chart 然后如果说我们想去看一看 我们这个调用的 它这个具体的 它的一个站的分布 它是可以去看 我们的top down bottom up就可以 然后有两种特殊的场景 我们想去查找一些 我们消耗的时间 最多的路径的话 我们是建议去看一些 flame chart和top down 的一些图 那如果说我们想看 某一个函数 被最多的 花费的时间是最久的 那我们去可以看到 看我们的bottom up这种图 这个用的比较少 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下了解 除非等到真正要求用的时候 可以再做一个深层次的了解 然后我再去跟 大概说一下我们这个 内存的性能监测 是怎么去做 那这个 右边的话是我们这个 性能监测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它是功能是比较多 首先第一点的话 我们这个小按钮 它代表的是我们去 我们的GVM进行了一次 内存回收 去进行一次GC 那我们去可以去 轻易的去发现 我们这个GC 发生在什么时间 然后我们是可以通过 我们的内存 memory profile去监测 我们可能会出现的 一些内存泄漏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 视频播放一下 我们去可以选中一个 内存区间 去看看它这个时间段 它下面它每一个对象 它占的 它占的内存的一些数值 说到这里的话 我大概再去 可以花一点时间去 讲一讲我们这个 这个Java里面 它这个内存吸漏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Java 它的内存泄漏 它和那个 普通的C跟C++的 内存泄漏 它定义 还是不是很一样 像我们C跟C++的 它的内存泄漏 定义的话 就是说我们对象 不被引用 但是它还在内存空间 没有人去主动 去回收它 它就是一个 内存泄漏 但是在Java里面 这种场景 是不会存在的 一旦说我们这个对象 不被使用 就比如说这边 我们这个对象 没有任何的方法 从我们机器时候 可以去访问到它 那它就会被 我们的系统去回收 那我们什么时候 是一个内存泄漏呢 就是说我们一个对象 不被使用 但是它仍然被引用了 那这种情况下 它就属于一个 内存泄漏 刚刚我们在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刚刚那个视频的最后 我们底下出现了一个表格图 去帮我们去分析 我们每一个对象所占的 它的一个内存的大小 我们可以针对 这个表格来去做一个解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Apphip的话 它这边是包含了三个地方 它的三个size 一个是native size 一个是shallow size 一个是retined size 那这三个size代表的都是 什么含义呢 首先我们这个native size的话 就代表我们这个对象 它去持有了多少 它引用的这个native 它的这个内存 占了多大的空间 那就是说我们像我们的bitmap 它在Android 8.0以后 它把它的像素数据 存储到了我们native 所以说这种情况 是会存在的 我们可以看 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native size 我们在bitmap这一层 是有很多的一些内存占比 但是我们在底下一些 其他类型的数据 对象里面其实是零 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 是我们的shallow size shallow size代表的是 我们这个对象 我们自己所占的 一个内存的大小 也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retined size 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作为一个跟节点 它可以访问到 所有在java java里面去可以 它去占到的一个 它的内存的大小 就是它这样 所有能够访问到的 它这个引用 它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内存大小 做一个size 放到了这里 让我们去做一个查询 那我们去 怎么去监测一个 内存泄漏呢 我们其实平常 在安卓开发过程中 我们会特别的 去避免一些 fragment和activity的 一些内存泄漏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其实是 占用了我们的 一个大量的内存 那我们怎么去检测 一个内存泄漏呢 像比如说 如果是一个activity的话 那它就说 我们在 比如说 这个从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是一个 image activity 我们去点击 某一个图片的话 它会打开 另外一个activity 去让我们去 阅览这个activity 当我们去阅览这个图片 当我们关掉 那个窗口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理论上那个activity 应该被销毁 如果说在那个场景下 我们的activity 我们预想到 它已经被销毁 但是它仍然在这里存在 那就说明 它出现了内存泄漏 那我们如果 如何去判断 我们的fragment 有没有去出现 内存泄漏呢 那就是说 它的fragment manager 它还在 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们的fragment 它还在 我们的内存里面 所以说 就是在 从这些方面 我们可以去判断 我们是否发生 一些内存泄漏 那从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呢 就是这个image detail activity 它在我们去进行 这个截图的话 是我在关掉 image activity detail activity 以后 它这个进行一个 Mavory link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activity还在 它的depth是1 depth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的activity 它这个 这个的depth就是1 所以说 其实我们 从这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depth越小 深度越小的 它这个节点 是越不容易被回收的 因为它 因为它离我们的 这个gcroot的距离 是越近的 所以说 我们去看这个activity 为什么没有被回收的话 我们可以去点开 看它的 几节点到底是什么 完了之后 去做一个深度的 一个偷袭 我觉得好像 讲得差不多了 好像现在已经两点半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一个回顾吧 就是我们今天都讲 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个 Android Studio 4.0以上 我们都包含了 我们设计的 Motion Editor Develop的 Jetback 还有Build Analyzer 还有这些 其他的一些方面的 一些细节 好了 我今天的话题分享 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感谢 这里有一些问题 我来 这一刻 给你 讲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 大概在什么时候 能达到目前 flutter flutter中 那个Vgit的数量 你出的是 Jetback Compose吗 人家是那个吧 我没有记上架了 这个的话呢 还是看谷歌 对这个Jetback Compose 它的投入力度吧 我们现在 我们身为 它的一些 开发者的话 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 它对这个目标 是什么样 什么时候 希望我们能够 把这个 Compose 它这个生态圈 搭建得更完备 所以说 综合来说的话 我也不是很清楚 OK 第二个问题是 模拟器 嵌入到 编辑器的页面 应该是会 在什么版本 加进去 其实我应该 在安卓 我不是很清楚 在哪个版本 但是我在安卓 Studio 4.2 等一下 那个内嵌 只能说是 我们的模拟器 内嵌 还是说我们在这 做Compose 的时候 我们的右边 的那个预览 二指模拟器 潜入到 编辑器页面 就是那个的话 我是不是很清楚 它是在 哪一个版本 内嵌 但是我在安卓 Studio 4.2 版本上 是有看到 它这个确实 已经内嵌了 但是4.0上 好像是没有 所以它可能在 4.1或者4.2上面 就是在中间 这些版本 模拟器 版本价值 对 是 还有一个就是 请问新版的 无线调试 和之前的 有什么改进 之前的老的 那种调试方式 还能用吗 之前的无线调试的话 其实我们后面 是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我们的设备 没有被root的话 是不可以进行 无线调试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这个无线调试 它不只是说 是我们去连接 我们这个设备 它也可以是 直接去进行 一个debug 我们去进行 一个app file的传输 那确实是要比 之前我们自己 用这种相对来说 比较hack的方式 是会更加的方便 可以这么说吧 OK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通过那个 jetpack compose 创建的composable 是如何更新UI的 比如传统的 setpack的成功吗 它其实 它的jetpack compose 它这个组件的话 里面是支持了一些 函数 具体的内容的话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它是在 它的官方主义的话 会告诉你 怎么去更新UI 甚至怎么去 做一个点击事件的 点击事件的 回 回 回调 对 大概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 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它的详情 去看一看 OK 还有一个新问题 就是 就是这些新知识 你自己都是平时 业余时间学习的吗 我想想 这个的话 就其实可能是 每年的 像Google IO 什么的 它们新发布了一部 大会 它们会发出 一系列的视频 去帮你去 一个一个 非常详尽的 去介绍 它每一个功能 它的 它的 目标是什么 它是怎么去实现的 它怎么去用 所以说 我们平常 应该 需要更多的 去关注一下 我们的开发者 比如官方 它去发布的 一些新功能 一些介绍 所以说 其他的 第三方的文档的话 一般都肯定是 没有它官方的 一些解释 来得更详尽 目前又是 这些问题 非常感谢 好 感谢